吃起來整體呢我覺得是非常優秀的啦 對我以為我來說 52塊在便利商店買到這樣的抹茶 現在吃下去的時候 那抹茶會這樣爆衝 哇那個抹茶火燈爆炸耶 大家好歡迎收看哪個金舌頭 現在啊很多便利商店都在搶佔甜點這塊餅 算是大家的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是全家便利商店 一致不斷推陳出新 所以就推出一個新的甜點品 叫做Mini Mower 意思就是說 小小你一口讓你獲得極大的滿足 那今天非常開心你收到了全品項 搶先幫大家開箱 那我們要透過拿那塊金舌頭 幫他挑選出今天的牆棒 主打心 看看我們舌頭可不可以獲得極大的滿足 看哪一個最推就對了 滿足 Satisfy 真的很難滿吃 馬上來go go go 開始試吃 好那第一款呢是法式檸檬塔 那個不酸的拿個頭去不吃的哦 那我們就馬上來咬看看 蠻好吃的耶 因為檸檬塔我覺得它0到10分的話 它的酸度大概偏到5到6分 然後入口之後它其實那一個內餡蠻滑順的 然後搭配它外面那個酥脆的外皮 它那個皮呢 咬起來並沒有就是說很脆啦 但它至少餅乾的那個酥度還是有的 所以吃起來兩種口感交疊在一起我覺得是不錯 是有效去緩解了檸檬的酸 蠻用心的就是它的外皮啊 竟然還會塗上一層白巧克力 就是防草防水 這個就是在我們這種老塞的眼裡 看了就是心曠生意 退冰不會那麼快就把這個塔皮啊 變得很濕很潤啦 那種潤氣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吃的 第二個要吃的是香草卡士達泡芙 分量也是看起來逐筋逐兩啦 但沒有很沉 來囉 欸我覺得它內心是好吃的耶 冰冰涼涼的然後非常滑順 沒有一點結塊 而且裡面有細小的黑點 那個是香草籽醬 那不是沙子 人家包裝上面也有寫那個安心食用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皮的存在感 算是泡芙系裡面算多的 因為它皮真的算蠻厚的 不過我覺得有點小小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的皮 感覺有點軟掉了 就吃不到泡芙那種酥脆的口感 我對它的內心是覺得蠻積賞的 然後就是它的滷味是有的 這一款吃起來比較合我心意 為什麼 它沒有很甜 我覺得現在甜點就是開始走向大眾的趨勢 就是甜度上面都會有點調整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滑順 因為你的那個注意力不會被那個甜度影響 你就會專心注意品嘗它那個口感的細緻程度 好接下來這一款是 鮮乳脆皮泡芙 跟鮮乳坊合作 用他們的貴方鮮乳製作 它長就是高大音挺一點啦 然後上面就是像是脆皮的部分 我們就即刻來開吃 而且很大一個耶 好這一款呢 因為它上面有這一層就是淋價 明顯會比上一款還要甜一點 但這個脆皮的程度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吃到很酥脆 其實它就是也還好 大概一到十分 五分的那種酥脆程度 不過它的內餡確實跟上一款 就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整體吃起來就是非常滑順 然後不會有什麼需要咀嚼的地方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它乳香味也蠻突出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兩款的內餡 都製作的就是蠻不錯的 而且這個的分量明顯會比較大一點 但甜度就是上升一些些 脆的程度我覺得還是對我來說有點 沒有說它就真的有那種很酥脆的口感 畢竟它可能是鮮甜餡 所以它漂皮還是有一點微微的瘦炒 不過因為我上面這層淋漿多一個口感 所以吃起來還是有一些驚喜感啊 就是可以咖哲咖哲的那種感覺 好接下來呢是經典雙色的小泡芙 聽說之前推出的時候 評價就已經是很好了 如今就是換了新包裝再度出發 強勢回歸 好強勢回歸 裡面有六顆有巧克力口味跟牛奶口味 那換算下來一顆是八塊錢 要命啊 觀眾朋友 果然別地商店就是要這種銅板家 大家就是買一杯 買一杯咖啡買一杯飲料 配個小甜點 當下午茶 好那我們當然是先從原味的開始吃起 牛奶口味 其實一口也蠻大口的 你們在開玩笑好不好 就是前幾款不是已經吃到它的香草凱瑟塔泡芙 那這一個啊 就是沒有沙子耶 沒有香草紫醬耶 八塊錢 它的牛奶原味 牛奶原味 加了一顆就要15塊了 口袋皮的狀態是一樣的 都不夠收了 巧克力口味的啊 它好特別喔 它一開始巧克力進去的時候要往上衝耶 通常就是沾頂的時候 它突然就是 配上皮之後 它就馬上迅速下降 尾勁不夠 對尾勁不夠 衝太快 凝到一把加速兩秒 突然熄火 可能是我覺得它就是 泡芙皮進去你的口腔之後 繼續咀嚼之後 它反而就被弱化了 不過它一開始進去那個 巧克力味道是蠻疑人的齁 直接吃起來就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重 但這個巧克力味道 咀嚼之後啊 它會變得比較淡一點 然後後來就吃一吃 嗯 好像會吃原味泡芙 然後就是烤完之後呢 再從下面給它灌餡 哦 哦 欸 組織感覺不錯 但餡感覺好像少了一點喔 沒關係 來吃看看喔 好這款泡芙蛋糕呢 其實它的內餡 這確實是小了一點啦 你要咬到比較中心才吃到 它這個流湯的這個內餡 然後採用的是起司法的巧克力 確實它的嘴巴咀嚼久一點了 加上你的唾育之後 它會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慢慢釋放出苦甜巧克力的味道 那前面吃你會覺得有點乾 你可能要配一些水或飲料或咖啡 才可以緩解它那個乾澀的感覺 不過它後面就是因為有口水的加入 慢慢就是會變得比較濕潤之後 就是巧克力本身的香氣才會出來 所以這個是需要你吃到最後一刻的甜點 前面可能它對裡面有很好 可是它求婚的時候 是大把大把的鈔票花 所以它蛋糕口感是海綿喔 就是海綿 很像海綿 海綿蛋糕本身就是會偏乾一點的口感 需要內餡去輔佐 它內餡就比較靠中心一點點 但我私心啊 我自己只是覺得它的餡可以再多一點 好接下來呢這個是純透巧克力捲蛋糕 這個品名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新創有新意 但其實它打開的時候還是蛋糕捲內餡啊 其實躺著耶 它是躺著的啊 而且它還要給我一個湯匙耶 是用著一個杯裝甜點的形式 而且裡面有兩種不同的層次 不同的內餡感 一個是慕斯 一個我們等一下吃吃看 那它用到也是70%的巧克力 蠻好吃的耶 如果是我的角度在做這種蛋糕捲 戚風蛋糕捲的話 它的水分都是會比較濕潤的 所以它真的吃得出來像那種的感受 因為不用口水的加入 它馬上一入口就釋放出那個可可的香氣 這個算是有點像是慕斯啦 就鮮奶油多一點 它有一層就是巧克力球 你吃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三種不同的東西 在你嘴巴釋放 那個可可的味道就會 折一下就上來了 然後整體很濕潤 我知道它為什麼要這樣子放著 像這樣子你就覺得 這樣子也很好吃 也不會弄髒 我覺得他們這個設計實在不錯 這個反而就真的吃得出 78巧克力的味道 接下來這一款呢 是Mini Mode跟台九聯名推出的 白蘭蒂葡萄餅乾三明治 用的是台九的玉山白蘭蒂來浸泡葡萄乾 然後搭配黑糖的餅乾 整體看起來非常的big 喔 太誇張了吧 太厚囉 整顆葡萄乾 好 來囉 我覺得它有達到葡萄餅乾的水準 但我必須要講 我身為一個專業的葡萄餅乾吃貨 整體吃起來會比較偏甜一點 齁 因為它餅乾本身是用黑糖做的 所以它的內餡啊 跟餅乾的甜甜加起來 它就會開始讓你嘴巴 會有一點想要喝水齁 喉嚨會有點發甜 你咬到葡萄乾的時候 它的汁水會被釋放 然後裡面就是有包含台九玉山的白蘭蒂 但這個呢齁 因為我在便利商店賣 我本來就有這種設想 它不能太久啦 好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是不錯的齁 餅乾還是有酥脆的程度 然後裡面的內餡吃起來是非常的滑順的齁 好 接下來呢是法式千層蛋糕齁 那便利商店也可以吃到千層蛋糕 是不是 然後剛才數一下了 微微的大概算了一下 12到13層啦齁 但也是無傷大雅 無傷大雅 聽說也是有用到鮮乳房的鮮乳來製作 整體吃起來那個滷味的味道是很充足的 而且很滑順 大家吃到後面有點可惜 就是它開始會偏油膩 那這個問題在哪裡 它現在的皮呢是偏比較細碎的 有的是比較偏乾 然後它的內餡水分多 有的比較偏軟 它會留在你嘴巴後面太久 所以它沒有辦法跟那個裡面的餡搭上餡 所以我整體吃起來會覺得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它內餡那個乳香味 把它單獨挑出來這樣子吃 其實我覺得是OK 但那個皮我覺得是稍微有點可惜一點 嗯 這一塊呢一樣是千層蛋糕 但是抹茶風味的採用的是金剛的抹茶粉 我們就馬上來吃好了 滿好吃的耶 真的假的 我覺得抹茶會滿濃的啊 而且你知道皮就是一樣 但是因為它的它持久啊 這個抹茶很持久 所以它可以一路陪著它 陪著皮到終點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你可以感覺到我在講什麼嗎 真的默契比較好 對 一個比較晚出發 可是那個到了它可能就是不陪它跑 可是它那個抹茶是等它 跑到五百公尺 欸你皮來了 再一起走到終點 那種感覺 它吃起來整體呢 我覺得是非常優秀的啦 對我一路老來說 52塊在便利商店買到這樣的抹茶千層 吃下去的時候那抹茶會這樣 不要爆衝 哇那個抹茶 火燈爆炸欸 很抹啦 但是它那個清苦味也有 我愛那個微微的清苦味 讓你在下午茶的時候吃到這個苦味 下午再提升精神繼續上班 吃抹茶就是要嘗到這樣的風味 好醬 好接下來這款呢 是抹茶生巧起司塔 用的是日本的生拌抹茶粉 然後做的也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蛋塔形式 不過外面這個應該是塔皮啦 好我們就直接來吃囉 它下面這一層就是抹茶生巧的醬 它下面才是抹茶的起司 有點像是乳酪塔 你有辦法想成是抹茶 乳酪塔上面加了一層淋醬 然後那個淋醬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代表說它的抹茶比例當中比較重 所以它可以有效去引出 它用的這個生拌抹茶粉的風味 所以一入口我覺得抹茶的味道 跟這個清苦味是有的 雖然它有三層不同的口感啊 但我覺得吃起來的整體啊 那個抹茶的淋醬跟下面的起司 其實它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不過呢 它本身呢還是對我來說會偏甜一點 好 如果你想要吃一個小小的塔 可以比較厚重的滋味 我覺得這個就是會有飽足感 你不要看它小小一顆 它裡面就是蕴藏了很多東西 好 今天minimal的品項開箱一輪試吃完之後啊 拿拿口金舌頭幫大家精選的三個品項 可以真的當它們這次的主打型 強棒 絕對是強到手軟好不好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經典的法式檸檬塔 餅乾的酥脆藤醋跟它內餡那個酸甜的滋味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嘗試看看 整體吃起來是非常和諧 而且留在口中那個魚韻 那個檸檬的感受 那個酸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抹茶千層蛋糕 那吃下去真的那個青苦味是真的偏很重 我覺得它可以中和掉 緩解掉 就是它塔皮可能我覺得剛剛講的 補充那個不足的地方 感覺還蠻苦的 感覺還蠻苦的 要賞景語 真的很苦喔 我吃起來真的蠻苦 可是我很喜歡 但是它這樣子在世界上反而很特別 很特別啊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會深得懂抹茶這個味道的人的心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有覺得它舔就去選 我們是知道想要吃到很真的抹茶才去選的 那接下來是我的第一名喔 其實也是我們剛才團隊試吃完一輪的 今天的強棒主打心的Top 1 就是這個純厚巧克力捲蛋糕 它整體吃起來就是口感是很濕潤的 搭配70%的巧克力 那個巧克力風味在你一入口之中 它就釋放出來 然後在咀嚼過程就越吃越爽 那個慕食跟中間那一個巧克力 就慢慢的加入整個大團隊 我覺得就完美呈現一個下午茶 要的層次 全家新推出這個minimole的甜點品牌 都是同版價 就50塊左右 就可以吃到這樣有層次的甜點 我覺得真的是值回票價 那從今天開始呢 到4月10號minimole推出的這個期間呢 你只要是全家的會員 你任選兩間甜點 可以想6、9折 另外還有不限時的優惠活動 只要到全家購買中杯以上的咖啡品項 這個甜點 指定甜點 還想半價的優惠 哇 不要再鬧了 半價20幾塊 50塊沒有25塊 希望我們以後金車頭呢 有這種更多的機會 幫大家開箱這些新品 夜間甜點點每個禮拜四每個禮拜天 更新我們下次再吃囉 掰掰 假壞賣真的也不虧啦 好不好 他怎麼不早一點出罐 我情人姐就買這一罐 哈哈哈 情人姐 以後情人姐就不用送一些什麼金叉 金叉巧克力 不是他有才四十幾塊 對啊 啊半價才二十幾塊 就是好恐怖 你二十幾塊送情人傑蛋糕 很好吃啊 對 都只是你要把這個遮住 把他抹掉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